3月2日俄媒报道称 日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 呼吁俄罗斯和美国继续缩减核武器库 但这一倡议立马被这两个当事国同时拒之门外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相继投下原子弹之后 核武器这个恶魔就被从潘多拉盒子中释放了出来 冷战对峙中 东西方都在干的一件事就是发展核武器 其中由以美苏为甚 凭借雄厚的国力与技术基础 核武器的威力不断升级 数量不断增加 即便是到了现在 美、苏俄两国拥有的核武器总数 一直占世界各国总数90% 苏联解体后 其庞大的核武库也被新生的俄罗斯继承了下来 出于对减少对峙的考虑 加之数量庞大的核武器在保存上需要耗费 减少了约三分之一 运载工具减少了近一半 转眼间 检查双方落实承诺的日子快到了 在这次裁军谈判会议开幕式上 古特雷斯特地表示对俄美达到第三阶段 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检查指标表示欢迎 高兴之余 这个经历过冷战风云的老人还添了一把火 呼吁两国不要就此止步 为了全球和平继续裁军 此言一出 老道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立马意识到情况不妙 并在会上友好提醒 俄罗斯的核武器库逼冷战高峰时期缩减了85%以上 而美国军方正在训练欧洲国家使用战术核武器对付莫斯科 随后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的表态更为简单直接 美国同时在试图通过制裁来破坏俄罗斯的防御能力 呼吁俄方就进一步削减核武库 举行谈判的建议没有道理 言外之意就是莫斯科不准备继续裁军 并且会继续维持其强大的核武库 作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而美国人根本就没把这个矛头 直向自己的不利会议当回事 华盛顿方面没有人飞到日内瓦参加会议 代表美国与会的是裁军谈判会议常驻代表 而他的发言基本是把美国新版核泰式评估报告重新宣读了一遍 伍德在发表讲话时几乎逐字逐句的引用了报告里的话 同时直接回对古特雷斯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继续裁军的措施是不现实的 今天的世界形势比冷战后任何时候都复杂和危险 在后冷战时代前期 关于核裁军协议执行的比较顺利 美国在进行核裁军的时候 还同欧洲各国一起向财政困难的俄罗斯提供资金用于拆解核弹头 并购买俄罗斯的核材料 用作核电站燃料 但精明的北极熊随后发现 原来世界上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 美国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 也一直在进行反导研究 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并获得了针对俄罗斯的单方面和优势 常规武器落后西方不说 保命的核大棒数质量也落于下风 于是俄罗斯仍不干了 随后两者在核武研发上针锋相对 先是俄罗斯宣布已开始建造下一代核幽灵列车 而后美国能源部就宣布完成了 B-612星型战术和航潭的空投试验 俄罗斯宣布亚尔斯、布拉瓦洲际导弹 被封支撑机战略和潜艇相继研制成功 特朗普马上推出了核评估报告 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 事已至此 美俄双方早已在裁剪核武器的问题上赤膊相见 也懒得在玩逢场作戏的文字游戏 冷战时期令人心里打鼓的可怕一幕 或许会在现实中上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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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